在GIDOL7月8日回归时提到 比起成为Cube的李氏 我更想一辈子做GIDOL的队长 团魂满满当时感动了很多人 并且这次最适合夏日的回归 让人期待拉满 舒华更是霸气发言表示 很抱歉了其他偶像们 这个夏天粉丝们只会听 GIDOL歌迷们绝对会沉迷我们的新歌 吓到成员们赶忙摆手 虽然我们被舒华玩笑逗到笑 不过GIDOL这次带着迷你7集回归乐坛 主打歌清凉的风格 洗脑的旋律 让网友们一听就爱上 GIDOL新专换上一身美式服装 随着新歌音乐播放 在车顶上大跳热舞 享受着众人的注视目光 前作有左之右为舒华 小娟 后作有左之右为Mini 威娟 雨琪 想必Neverland8日已经被Claxton MV洗版了 GIDOL写第7章迷你专辑 SV强势回归后 近期行程不断 接着将举行巡回演唱会 令粉丝直呼期待 没想到 这次回归去因团体续约问题 先引发了讨论 近些年陆续有一人退出 11日韩媒报道柳山号 与Cube娱乐到期不再续约 日前我们也提到 Cube近日被发现于 GIDOL商标注册多个新项目 让粉丝纷纷担心起成员们的未来动向 因 GIDOL师兄团Beast即是一例 Beast在2016年合约到期后 选择不续约 自立门户成立公司 不过商标权仍在Cube手上 他们只得将团名改为highlight 而在Beast宣布离开公司的前几个月 Cube当时也同样悄悄在商标权 新增多个项目 另外借怀疑Cube在故技重施 可能与GIDOL续约没谈拢 索性注册团体商标权 此举迅速登上韩网热搜 各种解读众说纷纭 让人怀疑 女娃们挂在嘴边的玩笑话成真 GIDOL成员们经常以玩笑的口吻 倒数卓与经纪公司Cube娱乐的合约期限 自2022年底 GIDOL录制UTH1K节目时 面对其中一个问题 对GIDOL而言 Cube的意义是 舒华一听马上抢答 剩下两年了 在团体综艺上 也曾抱怨过公司练习式的冷气 冰箱坏掉超过半年还没修好 到2024年与其独自出演综艺时 被问到合约剩下多久 更是止不住笑容 兴奋说道只剩一年了 因为太常开这样的玩笑 更曾导致公司股价大跌 让代表都亲自向他们求情 如果不是真心的就别说了吧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Cube放生艺人 反而给予自由创作空间 他们对艺人采放任势管理 内部缺乏完整的经营系统 让成员们各个独当一面 但也容易渐渐地将一手好牌打烂 作为GIDOL的灵魂 甜小娟的力度和作用众所周知 近日李永之做客小娟的网络节目 直接问起最多一个月赚多少 小娟的答案让全网超震惊 纷纷狂喊娟总 李永之在节目上问起小娟的收入 你一个月赚多少 小娟相当认真的回问 要把我的年收入除以12吗 让李永之吓了一跳 且说像你赚这么多 根本不需要在意 两人皆透露彼此的收入起伏很大 接着永之在追问 那你最多一个月赚多少 小娟透露一个月最多是10亿韩元 全场发出赞叹声 不过接着也说最少也有10万韩元过 这段内容立马引发网友热议 有人拿出女性版权富翁排名 小娟可是韩国技宝 IU之后第三位 许多粉丝也出面大赞娟总 娟总可是有办法出5.5亿韩元 拍SuperladyMV的人 姐可是包办了IDOL所有神曲呢 Q表前述等等留言 而公司不作为这项缺点 对于充满想法概念的田小娟和GIDOL来说 反而提供了大量自由发挥的空间 作为目前公司的主要艺人 他们在作品上享有一定的自主权 与其在网络节目要来这边吗 尚也曾替公司缓家 其实Cube已经对我们很好了 到其他公司会有这样的待遇吗 队长小娟身兼制作人 自身及拥有创作能力 其他成员也陆续参与歌曲的作词作曲 不断自我提升 进步才能创造出一首首红遍全球的歌曲 我们开头提到回归直播时 小娟被粉丝提问是不是想当公司的理事 她回应比起这个 我更想当GIDOL永远的队长 团魂满满的发言 无疑给了这阵子不安的粉丝们一记强心针 虽然关于续约与否 尚无确切消息 但成员们的感情无庸置疑 无论最后续约结果为何 相信Neverland都会全力支持他们 这次回归 大家的造型多变 在新专发布前一直在好好藏发色的田小娟 换上一头亮橘色长发 拿起麦克风 以自信的步伐带领团员们走上舞台 打响了这次回归的精彩 频频的出现 让粉丝们的尖叫声不绝于耳 准备享受一场视听饗宴 同时身兼歌曲制作人的田小娟 有着太多的经典 瞬间让粉丝朋友们铭记 更是用自己的方式 打动了每一位观众 将差点因为颜值无法走进爱豆圈的她牢记 自G.I.Do出道曲了Tate以来 主打歌皆亲自参与词曲 从Tomboy Angsty Queen Card 到今 2024年的Super Lady Fate 皆以强烈的表演风格打破框架 展现不同面向的女力 传达出女性的自信与自主 勇敢无惧做自己 而田小娟在团内身为rap担当 在舞台上总是展现霸气风范 由以在妈妈颁奖典礼上 改动My Bag的歌词为经典 很强妈妈刻意创造的奖 我拒绝 直接批评奖项是在分猪肉 田小娟的这段表演 让许多观众大赞帅气 以自身实力征服众人 出演综艺 我独自生活时 田小娟透露自己 每天起床都会量体重 坚持体态管理 家中摆放许多健身器材 方便运动与锻炼体能 一周三到四次的深蹲 硬举 平板撑 着重在肌耐力的训练 即使在非宣传期 体重也能维持在44公斤上下 而日前与其曝光的 Cube超残忍减重法 甚至还没有小娟自己的要求苛刻 认真对待工作 生活自律的她 总给外界干练精明的形象 而台面下的她 性格率真可爱 强烈反差感 更令粉丝着迷 一站上台 便自带震住全场的女王气势 其实田小娟的身高不到160公分 是团体中各自最娇小的成员 她也在直播中说过 自己从小就爱喝牛奶 却完全没有因此长高 也因为自认身形比较娇小 又常穿暗色系衣服 从小只要过马路都会举起手 让车子注意到她 这个习惯延续至今 在GIDOL综艺中 田小娟也重现了画面 宛如乖巧的小学生 样样全能 吃蔬菜是例外 如果说给田小娟偏科找问题 那必定是田小娟对蔬菜痛恨到极致 韩国人用餐时必备的泡菜 白萝卜通通不碰 更遑论其他蔬菜 平时急着水果 维他命补充营养 在综艺节目上被问道 一辈子不能做音乐VS 一辈子只能吃蔬菜 田小娟坚定地选择了前者 如此厌恶蔬菜的她 在音乐节目拿到第一名后 履行与粉丝之间的约定 决定直播生吃红萝卜 黄瓜 整段过程不断抱头懊悔 一次次瘫倒在沙发上 眼神可说是生无可恋 令粉丝看了感到心疼又好笑 而为分享美食 探索各种料理的过程 田小娟特地设立了一支新的ins账号 内容相当生活化 涵盖煮蛋教学 制作巧克力送给成员 逛超市买零食等等 并自行担任影片旁白 温柔嗓音 一反舞台上霸气的rapper形象 近期更出演个人综艺乡村料理大作战 制作起料理时有模有样 与工作人员如朋友般的自在互动也充满效果 感谢观看